非常多謝大家 因為真是又是比較時間硬的一個記者會 今天就應該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是第一次是真是坐定定會見新聞界 好好地講他的所謂引渡條例修訂 這條草案的問題 但是大家看到他們很明顯 香港政府是想將現在這壇事 變成一場輿論戰 他作為律政司司長 根本就是有甚麼人提出甚麼反意見 包括我們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陳宏毅教授的一些論點 他應該別人講一樣他就回應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有負責任的律政司司長 他沒有 他今天就一大羅拿出來 然後就這樣用他的理據 是將所有東西一筆勾銷 這個是非常之不堪的 我自己也都覺得他們現在是將整件事 將這個什麼逃犯條例草案這件事 是在玩一套面具政治 是非常之假 是戴著一副面具然後在後面暗暗沉沉 總之說了就是了 我說出來的就是真理 也都不用擔心別人看到他背後的真面目 最大的一個 今天下午大家看到的就是鄭若驊 是無論如何他不敢他不肯評論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 他只是說我們和百多個國家都有簽署 我就不會評論 隨便評論其他的地區的司法制度 我們現在跟你說中國大陸 是香港的中主國 你不敢評論你就承認 你真是不可以在那裡虛應故事 以為詐詐詐詐詐 就可以將這些說話含運過去 第二點是更加令人憤怒的 就是李家超作為保安局局長 他說林榮基那裡是完全無關事的 因為香港是有出版自由 我們亦都不會引導什麼有政治犯罪的東西 所以根本這件事 林榮基的故事是完全不切 我們現在說這件事的 他認為林榮基的故事 是完全不適用於 我們逃犯條例修訂這回事 他是真是睜大眼說謊的 眾所周知 所以我們剛才說是一直說擔心 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 就是最擔心他們 是將一些莫須有的罪行 是包裝成某種罪行 然後吐諸閣下身上 是完全莫須有 我們就是擔心 他這頭 李家超講完這些謊言 那頭就鄭若驊就說 有些中國大陸那些 他沒有說出口了 我們是不會隨便評論的 你說這個政府的偽善程度 已經去到真是不可思議的地步 OK 回應一下鄭若驊有一系列的一些法律的觀點 其實第一呢 就是無論李家超也好 鄭若驊也好 不停強調 今次的修例呢 不是針對一個國家 而是面向其他全世界 未有長期協議的 這個是掩耳道靈 因為我們現在都非常清楚 無論是全世界 國際商界 還是我們香港人都非常清楚 現在真正問題所在 就是面對著內地這個司法制度 而如果你不去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根本就不能夠有效消除大家的疑慮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法庭面對著其他司法管理區 當然大家都明白是可以公事公辦 但是如果現在相關的申請國家 來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你就等於擺法庭上台 令法庭難堪 這個是陳雲藝教授說的 這一點 今天兩個官員都不敢正面回應 所以這件事 是特區政府欠香港人的第一個有欠的交代 第二,律政司司長強調要遵守屬地原則 所以港人港審,域外法權通通不可行 這個也是另一個掩耳道靈 刑事罪行153P條針對兒童性侵犯案 香港就有域外法權 那為什麼一個域外法權得 推移國安支伸延的域外法權就不得呢 這是缺乏邏輯、缺乏說服力的 另外,追索力的問題 律政司司長認為 匡乏域外法權的方案並沒有追索力 這個是值得相確的 如果特區政府這種說法是成立的話 那為什麼同樣是程序上的修例 逃犯條例就可以有追索力 這個是他解不出的 同是程序上的修改 同是令到香港法庭擁有一些之前沒有的權力 為什麼域外法權司長認為不行 逃犯條例司長認為可以呢 這個又是他完全解答不了的 至於說到堵塞漏洞 解決不了台灣殺人案 所以要繼續進行 而當我們議員提出一些可以解決台灣殺人案的呢 他就說要堵塞漏洞 這個簡直就是搬龍門的表現 我只是再強調一次 如果台灣當局是有這麼大的疑慮 是不想跟香港簽的話 那麼現在李家超 無論你是一拋眼淚 還是聲淚區下 都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我希望特區政府放棄這一種 用這一種台灣個案 希望打動香港人的這種方法 因為講了兩個月 大家已經聽夠 都知道這些只不過是一指的虛話 都是那句 如果鄭若驊師長覺得自己的法律基礎是這麼精湛的 那就是說大律師公會 陳文敏教授 陳雲藝教授 全部都是錯的 那這個我是有極大的保留 最後再說一句 李家超說 我們有22年沒有做到這個逃犯修例 我只是覺得如果李家超這麼有種的 麻煩他指證梁愛師也好 黃仁龍也好 袁國強也好 或者他的前任 其他黎棟國、葉劉等等 全部都是錯的 抓他們出來鞭屍吧 他不夠膽這樣做 因為很清楚知道 這條條例最錯就是原意 不包括中國內地 這個不是漏洞 這個是一個保護罩 現在是由李家超、鄭若驊之樓 想他打開 麻煩 近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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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動 Canon 先說 其實我就這條逃犯條例 是和李家超有兩次的會面的 大家所政府今天說的 所謂兩重的把關 其實就矛盾重重 第一重的把關 說這個行政長官 我問過李家超 究竟行政長官是以什麼客觀標準 或者是客觀的標的 來去決定進不進行第一步 逃犯移交 即是給一張證明書 條例是沒有說到的 這個程序是代替了原有條例入面 由立法會去審議這個附屬法例的程序 這個是絕絕對對對的 非常之大的倒退 那我問李家超究竟是什麼客觀標準 他就說 看看是否合乎這個條例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只不過是 check the box 是人都做到的 一個律師都可以 take the box 那就叫做把關 那這個呢 絕對是一個 我想是 即是騙人 那第二呢 昨天 政務司司長先生說 我們會認真考慮 所有的意見 不到24小時 今天就鄭若驊出來了 就用此事而非的論點呢 是逐一反駁了 我們的法律教授 我們的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委員 我們的大律師公會 等等的建議 全部行不通 那昨天先生說 會認真考慮所有意見 今天就行不通 那究竟這些是什麼態度呢 謝謝 好 智慧 是嗎 好 我只是補充一點 李家超在會議上 在記者會上說 他說 有國與國的安排 就有不交逃犯的安排 但是當這個 說國與國的時間 他就說得很聲勢力竭 就說得 可以的 我們的特首就可以拒絕 甚至就雙重把關 就是要是拒絕前 要是拒絕後 也可以的 但是 他從來都不回答 就說 香港和內地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我們只不過是 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 因此 特首憑什麼去拒絕 他的老闆 他的老闆 叫他 要加一個人上去的時間 他憑什麼 用國與國的想法去拒絕呢 如果他用國與國的概念的話 香港就只能夠成為一個港獨的地方 才有國與國的條件 因此 李家超所說的內容 根本就是 在這裡欺騙香港市民 在這裡玩弄香港市民 因為正正就是 香港是不會跟內地 有國與國拒絕而交的安排 因此 如果是內地的司法當局 是要跟香港拿人的話 香港人沒有條件 沒有資格 去作任何的拒絕 所以 今天李家超的講話 正正也是暴露了 這一條是逃犯而交的法例 為什麼民主派 為什麼香港市民 有這麼大的恐懼 因為他就是打開了 一國兩制的後門 將這二十幾年的保障 一炮過打開了去 而這個打開了 其實損害的 不單只是香港人的法律上面 人身自由的保障 更加重要的就是 外國商會 國際社會 任何投資者 會重新考慮香港的投資價值 這一個影響是非常之深遠 我想再補充一點 今天我們在 立法會上面的 人事編輯委員會 政府問我們拿人 要選一個國際仲裁中心 要推動 我們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在香港進行仲裁的過程 而中國政府說要拿人的時候 究竟可以怎樣解決 我們的政務專員 律政署的政務專員就說 因為香港 所以要跟香港的法例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香港再不是成為一個 可以令到任何的仲裁者 安安心心在香港展開仲裁的工作的話 我又試問 作為一個國際的協約 或者是任何項目的協約過程裡面 他又怎會選擇你香港 作為一個仲裁的地方 仲裁的城市 用你香港的法例 所以我覺得 今天李家超和鄭岳華的說話 是清清楚楚暴露了 這條法例 所帶給香港的後遺症 以及也暴露了 特區政府出賣香港人 我補充一點 就是政府說 今次的逃犯條例 他們就希望可以 不只是處理內地 也都處理很多 跟香港沒有引導協議的地方 或者國家的引導問題 但是過往已經有 法律學者清楚指出 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 甚至是每一個國家 都是不會跟世界上 其他所有的地方 或者國家都簽了 移交協議的嘛 因為每個地方的法制 它的法治水平都是不同的嘛 所以從來都沒有辦法 有任何一個國家 跟全世界都簽了這個逃犯移交協議的 那現在香港 不簽這個移交協議 和大陸沒有這個協議呢 是正如我們多次強調 是一個保障來的 政府就不要再在那裡 抹大眼講大話 說這個是漏洞了 而它也都不要再找台灣這個慘案 去消費死者 台灣當局已經講得很清楚 如果根據現在的 逃犯移交協議的做法呢 他們是不會接受的 也都對展開所謂的初傷 有很大的保留 而台灣過去三次 是要求政府就移交逃犯 去展開初傷 香港政府都是不秋不彩 你現在就說很心急 這些是完全是一種偽善的表現 最後一點 李家超就再說 如果有第二第三個苦主問政府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處理這個所謂的漏洞 這個答案很簡單 就是政府不肯聽別人說 現在不是沒有辦法處理台灣殺人案疑犯的現在問題 很多法律學者 我們民主派 以至建制派 沒錯 還有台灣政府都提過很多建議出來 你政府全部都說不行 為什麼說不行呢 非不能也 實不為也 你揭開個底牌就是 你要將香港人 移交回大陸受審 所以任何 違背這個最大的目標 的可行建議 你都強行說他們是不可行 現在實際的情況就是如此 我補充很簡單 最後一點 剛才很多同事都說了 其實今天鄭若驊和李家超出來 向傳媒和做記者會向公眾說 其實是毫無新意的 反而特別是令人失望 就是把所有近期提出來的各種不同的建議 都是說這個又行不通 那樣又行不通 你以為他有什麼新的 藉著面對社會上本地的市民 國際社會的關注 有什麼新的論點可以提出來 就是說回應大家的訴求 原來他的做法就是 全部都不行的 都是我適合的 我不知道這個究竟是一個面子的原因 還是實際上都是反映了 他有一個政治的目的在他背後 所以都是鐵板一塊不可以轉 但是我想提出來的一點 就是其實近期都有一些國際的領事 外國的領事都是提出過 我們的政府真的不可以 是將一些國際政府 國際社會裡面的關注 是完全就是當它是沒有到 輕了左而入又以出 這個態度實際上是會極度損害香港的利益 因為其實近期我們自己私底下都已經聽到 有很多外地的公司 他們跟我們反映 他們內部都是做一些檢討 關於這個逃犯條例對他們的影響 聽回來的每一間國際公司的法律顧問 內部的評估 當然這些評估是不會拿出來公開的 但是全部都是極度負面的 即是說什麼呢? 他們會已經看到的 有部分的企業已經在想著 怎樣去將他們的架構重組 換句話說 香港將來未必會完全撤離香港 因為始終有些生意都要做 但是他們會將那個企業的架構 將他們的企業的總部 如果在香港的重要的員工 重要的負責人員 都會很大機會陸陸續續 尤其是在條例通過之後撤走 大家要明白 國際企業呢 有很多時候呢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他們那些反應 都是事後作反應的 到你條條例通過了 他就真的會做了 事前他會不會出來 好像我們這樣去爭取呢? 可惜又不會 所以這一點呢 政府是要充分理解 對於我們接下來香港的經濟 和我們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商業城市 金融中心 那個重大的影響 如果他是為了一個政治目的 還是面子工程 將這些的關注 完全是覺得沒事的 我們可以的 到時你怎樣都要留在這裏 那他就會錯了 到時那個代價呢 全香港人 是會為了這個政府 為了這個林鄭月娥 這個特首呢 是要負上最沉重的代價 好 好 沒問題了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好 好 沒有人給問 我們沒有理由 是會計界所見的 有一次是會計界所見的 代表一些會計師見的 一次當然是作為專業議政的一個成員去見 但當然我們不是見到最多的政團 已經我想 我也不覺得李家超有任何的承諾 雖然我們講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理據 給他聽 就是這麼多 好 好 請問AY 可不可以 都算分析 這件事 這件事 是不可行的 例如 全民主席都有 因為 日落的條款 去處理台灣 我看不到特區政府是有任何的誠意 是嘗試去解決問題 今天的記者會 正如剛才同事提到 只不過是舊調重彈 將以往一直說的話 技術化 難得鄭若驊終於出來見人 躲了那麼久 終於做回他司長的責任 去解釋法律 但你見不到特區政府有任何誠意 嘗試去回應坊間 不單止是民主派 包括建制派 包括建制派的重量級法律學者陳宏毅 對於政府這次方案的這些質疑 那這個反應是什麼呢 反應著特區政府的態度 基本上就是為我獨尊 而完全不希望去回應現在市民的憂慮 特別是13萬市民出來遊行完之後 政府還是繼續明環不靈 這個才是令人憂慮的地方 如果政府是希望 釋除大家的憂慮的話 是應該廣納我們的言 我們的建議 我們的建議不是最好 我不是說民主派必然是最好的 其他都有建制派的建議 那為什麼你不認真考慮呢 為什麼全部出來 好像現在是老師出來說 你的功課做錯 所以說的大交叉 法會重審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這不是一個良好管治應有的態度 我再簡單說多次 普通法的確是以熟地原則 就是一個根本來的 只不過這個不是聖經 也都不是完全不可改變 香港現時刑事罪行條例 153P條 就是針對海外 港人海外觸犯的 兒童性侵犯案件 過往也有三次 香港是將海外這些案件 是拿回來香港審 亦都是定罪判刑的 那就是說 司長所說的這個金科玉律 已經自己不公自破 站不住腳 而無論是司長 還是局長提及的搜證問題 過往三個個案 便已經處理到搜證了 所以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技術問題 究竟政府有沒有心去做的問題 而我們 無論是我提出的 殺人的泳外法權 還是尹兆堅提出 擴闊了的泳外法權 還是甚至其他 包羅萬有的泳外法權 這些只不過是一個技術上面 可以可操作的東西 如果司長認為太多 46項太多的 就好像陳雲偉所說 將最嚴重的那些 可以作為一個區隔 行不行呢? 為什麼司長不去展現一個 願意談的 願意談的 這個態度呢? 這個才是真正問題 如果你認為 某些案太複雜的 做不到 你便拿出來 給個列表出來 哪些你覺得做到的 拿出來大家談 這個才是應有的態度 嗯 我再具體地講一講追索力的問題 追索力呢 一般在普通法來講 是不可以將一個 昨天 視為合法的行為 今天透過一條新的法例去追加 這個大家都同意的 但是現在 無論我提出的 其他議員提出的其他方案 甚至包括政府現在講的 這個逃犯條例的改變 只不過是一個程序上面的改變 是將法庭的權力增加 而不是將一個本來錯的行為 將一個本來對的行為 視為錯誤 殺人無論在哪裏都是錯的了 那麼我們現在 不是將這個殺人的法律 從根本改變 所以我不同意思長的觀點 而思長也都不能夠說服 香港人就是 如果他認為域外法權 是缺乏追索力 這個道理是站得住腳的話 那麼現在政府提出的 逃犯條例 為什麼同樣都是 程序上面的改變法律 他的方案 政府的方案 就有追索權 這個是完全沒有邏輯的 如果我們的方案是缺乏追索權 那就是說政府提出的方案 都同樣不應該有追索權 但是他堅持自己的方案 有追索權的話 同一套邏輯 就應該應用在 我們的域外法權那裏 這個就是個道理了 OK 差不多是嗎 但是他可能會有追索權 就是你能夠分析 就是你能夠把香港盟察的命令 控制了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去一個可能性 這是有爭議 不過你一個法例 在這裏寫清楚 我們今次特事特辦 正在做盟察的罪行呢 第二問題就是 因為在建議會上 我們問過他的警察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會否敢拒絕 北京的一個請求 他就說 所有東西 所有全權拒絕 現在是一個信任的問題 還有如果他在條文上寫清楚 特朗有拒絕所有的領分 打盤 可能是 即是 他拒絕 他拒絕 你覺得這文是 寫出來他肯不肯用 敢不敢用才是問題 而不是 這個不是條文上 寫下去都不敢寫 我想簡單回答 他自己說了 他自己說了 他說國與國有 我想簡單回答 這個信任問題 大家看過往 無數的例子是可以的 無論是 林榮基案 或者其他香港人在大陸被非法囚禁 被他的強力部門迫害等等的案件 你有沒有見過香港特區政府這樣出一句聲 有沒有 我還沒聽過 沒有 你叫香港特區政府的特首公然向中央 say no 我覺得說這句說話的人要是掩著良心 要是他是白痴 好 我只是補充這一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李家超是答過的 他答過就是說 他能夠拒絕 國與國的關係就可以拒絕 但是香港和內地不是一個國與國的關係 我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的潛台詞就說 特區政府是不會拒絕中央政府的要求 好 阿滴說不說 OK 那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 OK 我船上